大家好,我是方姐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我的这个德国老公 他也有他不知道的东西 是什么呢? 你别看啊,我老公的学历挺高的 研究生 但是他研究生不能研究所有东西 他都知道吧? 你看我一个农村来的,咋的呀 我见多识广呀 对吧,我们接触的多 还有呢,欧洲和咱中国有的地方啊 就是土壤啊,气候啊 不一样,生长的 就是生长的这些农作物啊 也不一样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 我老公让你们大家要笑掉大牙的一件事 前些日子呢,我一个朋友 他们呢,我们是在国内就认识了 闺蜜 然后他给我发了一个图片 他问我,他说这是啥东西啊 一个图里头长的东西 等会给大家分图片看看 他问我,他说这个东西 怎么做好吃 我这个人呢,你别看我,我也不认识 我不是代表所有的东西我都认识 我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我才能认识他去了解一下他 我也不是所有的蔬菜都吃的 发了个图片,我就看一下 我说这是东西 这德国的吗 那我心里想想 一个土生土壤的德国人 我的老公啊,对吧 我就问他了 来,我说你看这啥 不知道 他说 这东西我也没吃过 我怎么能知道呢 我说你没吃过啊 你就,你能不知道吗 我说你是不是正宗德国人 对啊,我是德国人 德国人不一定要吃到全部的东西啊 我说那好吧 后来查了一下 哦,原来是这个就跟萝卜似的 大头菜的那种东西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这个 我说你啊 这个东西它是土里头长的 他说我也不吃土里头长的任何东西 我从来不吃的 我说大哥 我说你说你不吃土里头长的东西啊 土里头长的胡萝卜 萝卜 那种芹菜根 是吧 它也是土里头长的 还有呢就是土豆 它也不也是土里头长的吗 还有花生也是土里头长的吧 对不对 我就给他看 我就说了 我问他的 因为我老龙特别喜欢吃花生米 就little sauce买了一包一包的 上面裹了一层面粉 一点点那种咸咸的 他就喜欢吃这个 不过呢其他的花生米呢 他也能吃 像中国的那个酒鬼花生米 他也吃 但是呢你不要给他甜的花生米 他喜欢吃咸的 我说那花生 你不是吃的挺起劲的吗 一个人都吃一两包 他说你这个人滑气的 他说我啊 你这个人滑气的 花生米不是长土里头的 我说给我笑死了 我说大哥 我说你再说一遍 花生不是长土里头 长哪里头的 他本来就不是长土里头的 我说那长哪的 树上结的吗 对呀 他就树上结的呀 我可笑死了 赶紧 我说花生 它就是长土里头的 他不相信 赶紧谷歌一下子 一看哎呦 花生原来是长土里头的呀 我说大哥 你以后你千万别跟别人说 花生是长树上的 行不行 他真不知道 这就是我老公 然后自己研究研究 查了查去的呀 我说大哥 我自己家农村的 我们家就长过花生的 难道你们这德国花生 长树上的吗 他就这么跟我讲 哎呀 把我给笑死了 我这个老公 有的时候 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笑的你呀 真的是 你怀疑他的智商呢 还是怀疑他的阅历呀 你还是怀疑他的 就是对于农作物的认识度呢 哎呦 我在想 你是不是生活在一个星球上的呀 把我给笑死了 花生你天天吃的 最起码它从哪里长来的吧 对吧 像我们吃过的东西 我们一般都知道 它哪里长的 是吧 也会知道它哪里惨的 不知道 真的把我笑死了 我说你这一个研究生 我说 我说你给你 考试的这个 就是改例考试卷的这个人 是不是 眼睛发花了呀 给你分让你及格了 我给你笑死了 后来讲给我朋友 我朋友都笑的 都要喷出来 真的 他们也还跟我分享 我就说我老公 连花生 是头里头上的都不知道 他们也跟我说 别说了 我老公也是 我说我的妈呀 我们是不是嫁错人了呀 连最普及的一个东西 他都不知道 你们的老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 反正我老公是这样子的 现在他长了记性了 我给他长知识了 让他知道花生是藏土里头的 好了 拜拜